中共全国政协及人大会议将于3月初召开 各地维稳升级 有消息披露 当局动用眼闻及声纹等高科技监控重点人群 多地访民纷纷传出被解访的消息 2月11日10点多 广东河源市原城区发生瑞士规模4.3的地震 广州深郡东莞等多地震感强烈 震源深度11公里 镇阳位于北纬23.76度 东京114.64度 尽管中共当局宣称低波疫情高峰已过 但中共官员名人专家去世的消息仍不断传出 1月底51岁的中国大陆网红 军中飞燕被曝染上中共病毒死亡 而他曾在7年前换身的消息又受到关注 河北省明星高中恒水二中标榜岩师出高途 除了高强度体罚并用体海战术 占用学生课后时间影响作息 实行强害身心的不当管教 导致师生身心俱疲 更有学生罹患忧郁症厌倦人际关系而休学转学 新唐人亚派电视整理报道